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哪裏? 總養飯點? 當然不是 我由這裏開始講起 因為石結尾站在左手邊轉下來 今天會去哪裏? 去一間蕭立店 其實那天我去明興和老婆吃東西 已經看到這間蕭立店 其實我們先去明興 這間蕭立店會遲些去試 今天有些時間去試一試 這間蕭立店 當然那天走過我都不記得叫甚麼名字 現在要走過去 再告訴大家那間叫甚麼名字 很快 過了前面這條王族街 其實在明興附近 走前多一點就已經到 只知道這間是新開的 那次我們去吃炸雞腿 他就說沒有炸雞腿 所以沒有吃到 最後都收拾了 現在就走來這邊試一試 說這麼快就到了 就是這間 麻辣善公傳統燒美 我先進去坐下 再和大家慢慢聊 我們先進去坐下 我們先進去 我們先進去 這間蕭立店 對這間蕭立店 我們先進去 往後來進去 我們先進去 現在進去 坐下了 地方不太大 應該是教會經營 也不錯 坐下有餐牌 只有三張 有燒米飯 下午茶精選 拌麵 蒸飯 蒸排骨飯 斬料燒鵝等等 餐牌很簡單 這裡下單是要出去喊 你拿出來就告訴你要什麼 告訴他就會跟你下單 我老婆在其他地方 因為他有些東西要做 有些東西要走開鎮 他在附近而已 然後就會過來找我 我進來這邊就坐下來等他來 這裡人不是太多 你看到環境也是好少人 坐得挺舒服 我們叫什麼才跟大家慢慢聊 我們叫什麼呢 叫雙片飯 叉燒 燻蹄飯 燒鵝飯 鑽奶粉 然後燒米飯 要腩仔 切雞 米粉 然後又有個蒸肉餅飯 這個有個菜物送的 這個燒飲就要加錢 所以50元 因為45加5元 另外有三個湯菜 我就吃了這麼多錢 現在看看夠不夠 不夠再再點 對呀 首先一開始來就是講這個 我最喜歡吃的燒蹄飯 這個是叉燒燒蹄飯 現在我放得太近 為什麼呢 如果你最後看到我的照片就明白了 我把桌子焗坑 放不到這麼多東西 我現在要移來移去才能放到相機 所以這碗飯是很近很近的 當然這樣可能大家會帶得清一點 這碗飯雙併48元 很划算 首先講講叉燒 你看看叉燒 我說要肥一點 它真的很肥 應該做到半肥瘦 還有叉燒的味道 很香很好吃 咬口呢 你看看 是滑梳一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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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真的不錯 另外這個分題夠冷 你看看 雖然它放在飯面 我不是說放在飯面是沒那麼好 很容易會被飯蒸得太熱 很容易會被捞 因為這裡夠冷 你看看 仍然做得很好 味道也很棒 加上這個蒜蓉醋 看到嗎 這個蒜蓉醋也不差 所以真的挺好吃 這碗飯最重要是甚麼呢 夠爽 不是軟軟軟 夠熱 飯是夠熱 很少外面的飯 會像家裡煮出來那麼熱 這裡就做得到 所以告訴你 $400元 他還送一個湯給你 湯一會就會說 這個真的不差 這個我可以說 值得推介大家來試一試這個飯 就算我騙你 $48元 有飯有湯 吃完你說不好吃 下次不要來 另外還有很多東西還沒說 待會再說一下會不會好一點 只是說差一點 這是燒鵝套餐 我買了奶粉 它的價錢是$48元 另外可以配飯或者米粉 剛才說到奶粉底 奶粉底非常之一流 雖然不是我最喜歡吃的粗條奶粉 但是它有煙韌度 油韌度 不易斷 份量多 熱辣辣 再配上了兩條菜心 再加一堆香蔥 雖然這個湯底比較清淡一點 沒有燒臘的任何味道 放了湯底 但是它已經有足夠的鹹味 已經浸過了奶粉 湯底方面它也給的夠多 雖然浸過了奶粉 那些奶粉仍然沒有發脹 不會太粗糙 不是粗糙糊糊 很好吃 夠爽滑 還有有煙韌 另外菜心方面它也綠得很好 大家看看 仍然是很脆綠 芯仍然有點白色 吃下去菜心裡面的汁液 仍然保持到 咬下去比較爽口一點 不是淋霉了那種 另外說回我主角燒鵝 總共它是給了有九塊 五塊是背部 四塊是胸部 哇 想不到今次都吃到好吃的燒鵝 肉質是夠結實 是豐厚 吃下去是很有鵝味 另外背部 它也有一股油脂在那裡 大家都應該看到了 它是有很獨特的燒鵝油脂香味 另外皮 居然放了一會兒 現在咬下去 還有少少脆口的感覺 類似九江燒尾 上次吃到的燒鵝一樣 但是它比九江燒尾的燒鵝 肉味更加濃厚 咬下去是很實在的 不是軟 不是霉的肉質 是非常之好吃 但是你問我有沒有永和 那麼香濃 那麼脆口呢 當然是沒有 但是吃下去都是不差 起碼不會是軟的皮 柴的肉 或者是霉的肉 不需要特別要求 已經有脆口的感覺 油脂香也是合格 達到一定的水準 非常之好吃 48元配上一碗奶粉 還有它附上的酸梅醬 這個酸梅醬是非常之香濃的酸梅味 點完燒鵝會令你胃口大增 配合得非常之好 值得一讚 這個農家蒸肉餅飯 45元而已 為甚麼單位寫50元呢 是因為我們叫了一杯凍的菜 凍飲加5元 這個肉餅 一看下去我就覺得 糟了 這餐來說這個肉餅應該是最差的 看上去 不像正常的蒸肉餅 你看它的厚度超過一寸 蒸肉餅這麼誇張 這樣蒸得熟 我告訴你 我也沒有信心蒸得熟 如果這麼厚 你會變成面頭蒸得乾 可能中間也未熟 這個難度十分之高 原來它的做法不是這樣的 它是怎樣 它用類似琵琶豆腐的做法 所以這個叫做龍家蒸肉餅 就是有些菜拌在裡面 有些紅蘿蔔 木耳 這個拆開給大家看看 看到嗎 你看到這個肉餅 其實是用東西拌進去 應該有些豆腐也拌進去 木耳 紅蘿蔔粒 接著就拌進去 但是皮靶豆腐就是炸 它就是蒸 這個呢 又想不到這麼好吃 真是你猜都想不到 這個做出來有多好 而且 剛才老婆也說 這個挺健康的 不會太油膩 太肥 這個呢 老人家都一定適合吃 為什麼呢 很容易咬得開 不需要有什麼牙力 很軟滑 很容易入口 送一碗飯 是一流 但是飯給我的感覺 相對小了一點 這個飯跟剛才的叉燒分泌飯 飯是一模一樣 它也很夠熱 送上來 所以這個也不算太差 喜歡吃肉 像我們這些 就會覺得差一點 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肉餅 這個豉油 它不做得太鹹 它很適中 像蒸魚豉油 是為了飯就少一點 如果你說大食的人 會比較未必夠吃 另外它也送多個湯給我們 變成這個真的不錯 我們四個餐都有四碗湯 唯一這個就多一杯夜飲 我覺得這個都算不錯了 真的 起碼第一件事 這個肉餅上來是夠熱的 這兩件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麗湯 是跟今天所有燒味粉麵飯 和蒸飯餐送 每一款會送一碗 份量都大概有300-350毫升 今天是冬瓜煲豬骨湯 除了我今天喝到有鹹味 還有材料的味道之外 還喝到有些甜味 你同不同意嗎 是的 這裡有鹹味 甜味也有少許 不過鹹味就會比較多 但我們罵來罵去 都罵不到任何其他材料 包括蜜棗 或者是毛花果 有些甜味的材料 全部都罵不到 所以我告訴你 那一層是什麼味 你有沒有什麼出 這個我也喝不出 但喝起來是覺得有些清熱 下火那種感覺 拿到上桌的時候 是熱辣辣 香噴噴 非常之好喝 同不同意 這個好喝的 這個因為夠熱 而且味道不會太鹹 所以都挺好喝的 每一餐送一碗 這麼大份量的蜜湯 都算OK 第一次由我評這個飲料 為什麼呢 這個飲料太簡單了 其實不懂得說的 都可以說得到 我首先拍了它的照片 它的菜物 是現成很多餐廳 都會買回來 一瓶瓶交來的 我都有照片 在右上角 大家都看到 雖然可能會蒙一點 因為我坐得很遠很遠去拍 這道菜物 我都見過很多茶餐廳都有 或者一些粉麵檔都有 說回這杯 它只是說 下的菜物 份量多不多 下的多 下的少 都很影響它的味道 下的太多 會很甜很甜 現在它下的很適量 我很相信 茶水這些都有一份量 可能是四分一 五分一左右 加冰再加水 其實混合出來就剛剛好 這道菜物我都不去品評 因為這些不是現成做出來的東西 我不會說現成做出來 自己調整 自己調整 事實是衝出來的 沒得好說 整支東西在這裡 我騙你有沒有用 你來到看到 你也知道是衝出來的 所以這裡 它應該沒有一個真正的水壩 它所有東西都是 柯華田 好立刻 全部現成 不出來 是沒有難度的 難度係數可以說是零 這裡的飲品會比較普通 不是他們主打飲品 不像上次潮牛莊 潮牛莊說 我們不是賣飲品 不是賣飲品就不要賣 我就算說你潮牛莊的東西好吃 我也是這樣說 你做得出來 就要讓人飲品 不是做出來說 我不是做飲品 不是一樣東西這樣說 做得就要做好一點 不是隨便亂來 隨便亂來 不如不要做 這是燒美雙拼套餐 我選了米粉 燒美方面 我選了燒男仔 和貴妃雞 價錢是48元 這碗米粉 我們是最後吃 也是最後說 它居然的份量更大 比我剛才吃的碗奶粉 浸到最後 大家都看到 沒有發醬 仍然是保持圓狀 一條一條 很爽身的感覺 吃下去其實都算爽口 但是爽得來 是有一點點粗口 不是非常爽滑的那種口感 它是有一點點粗口粗口 但是沒有發醬 已經值得一讚 另外湯底 跟剛才的奶粉湯底 一模一樣 夠熱辣辣 加上了蔥粒 喝起來 如果有蔥粒 是非常之香 另外它配備了兩條菜心 一模一樣 處理得很好 綠的時間沒有過濃 芯仍然是保持到很爽脆 有一點白色 蔬菜汁仍然保持在菜心裏面 後來就說回主角 首先先說燒男仔 剛才我老公應該還沒吃 其實我還沒吃 因為他有六塊 現在還有四塊 我還沒吃 所以我就邀請他表演一下 他有多脆 我現在試一塊 真的很脆 吃到最後 吃到最後都仍然保持到這麼脆 肉質是很結實 有一層瘦一層肥 但就不是非常突出的 看下去 但輕輕看到淡色的 就是脂肪層 深色一點的就是肉質 其實肉質也是調校味道不錯 不是死鹹死鹹的 還有一點本身的豬肉味在 不會吃完之後 很口乾口渴那種 很怕吃燒肉或其他燒骨的地方 調校到味道又濃又鹹 對嗎 是啊 太鹹太濃 其實濃味我都不介意 太鹹我就真的有點介意 因為太鹹很難搬 你沒理由叫一碟東西回來 叫人給一碗滾水 你不斷在那邊飛 就變成沒有了那種原味 就是那個原味性就會失去 這裏咬下去的口感 都真的匹配到燒男生的名字 不會像平時燒肉泡 吃到沙尼刀那種口感一樣 很鹹、很實、很粗 這裏都算是好吃的 另外是桂菲雞的方便 桂菲雞給了腿位 這次應該不會分到前翼位 空位、背位 一定是給你的 因為剛才我叫了老公 不要吃那隻腳 他一聲就幫我吃了 那個腿位的腳 是嗎 是啊 我很喜歡吃最後的軟骨位 所以我逐一聲就吃龜座 其實這個一定是腿位 我你就說前翼那裡好像腿 雞那隻翼 是不可能跟腿是一模一樣的 翼就真的是翼 腿就真的是腿 不會錯的 而桂菲雞那方面 它都處理得很好 即是否它選的桂菲雞 是內地的走地雞 你看一下 腿位居然沒有脂肪層 皮是薄而通透的 大家應該看到 還有見到 揭開給你看 就是有啫喱在這裡 即是它浸的時間 浸雞的時間 處理得很好 所以這一層啫喱 做到出來 證明它浸雞真的有一手 另外肉質那方面 都吃到有雞很結實的口感 以及本身腿有些滑的口感 其實兩者可以並存在雞腿上 但是雞味 我剛才吃了一塊 就不是覺得太濃 我相信我老公都會認同 這個雞味真的不是太濃 我比較一般 肉質是OK的 而它浸雞的時間 真的處理得很好 你看看 那塊雞腿骨 是健紅的 不是爆肝 是健紅 大家明白嗎 所以雞腿浸到健紅 那塊骨是很難得 不會熟透 不會很粗口 亦都不會覺得很利好 很黏牙的感覺 值得一讚 最後配備了兩碟 點雞和點燒腩仔的醬汁 一碟是蔥油 這是調了一點鹽味 再加了一些醬油 吃下去也是一般 另外這個是芥辣 但是這種芥辣 和平時用包裝的芥辣 淺黃色那種不一樣 你看到它有一點深色嗎 它那種香濃味 比包裝的芥辣來得更特別 因為輕輕好像有點煙燻的感覺 但是吃下去是不討厭的 我老公其實不是很喜歡吃的 不過我都給他試一下 像不像鷹式或者西式芥辣 這類似的外國人點牛扒的芥辣 它應該 它應該不是 嘩 嘩 芥辣很綜合 它這隻很厲害 所以這些應該是點牛扒的芥辣 不是中式芥辣 嘩 吃芥辣都吃到咳得這麼厲害 可想而知 它平時是否真的不喜歡吃芥辣 你的美人超驚 老婆的米粉也吃完了 昨天的湯也喝完了 碟也搭起了 我的碗也清白了 那碗飯沒有了 接著就說說最後總食評 說說最後總食評 這間叫做Mana 善公 英文也叫做Mana Mana 善公 名字都頗巧 如果說出來是頗難焗一順口 找得快一點可能會說粗口 說一說 今天的食物 整體上 全部食物都頗好 真的不差 尤其是燒味 我覺得燒味這個師傅 應該不是一些普通新學師 或者一些剛剛學會燒味的師傅 應該有些功價 應該有些底部 就過來這裡做 所以燒味真的很好吃 尤其是叉燒 我真的要賺一賺叉燒 有些自認說叉燒煮得好吃的地方 我很多時買肥的叉燒 都不好吃 不是那種味道 這裏的肥叉 有點像爽叉的感覺 咬下去有點爽口 當然不等於爽叉的感覺 爽叉的感覺是咬下去 爽的聲音 它不是的 黑邊有點爽 就算我相信這裏瘦叉 它的味道也做得不錯 因為它的肉本身不差 所以都可以 我看看價錢 它不太貴 它好像一百三元一斤 叉燒 還有腩仔也是一百三元一斤 如果腩仔和叉燒 真的可以說完整 另外分題我很喜歡吃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的人 都知道我很喜歡吃分題 這個分題我都說過 放上飯 它一受熱就會變軟 變軟了就不好吃 這裏的分題夠冷 所以飯就算很熱也好 它也不會讓它變軟 一變軟 它就好像油分解了 不好吃 那種感覺是兩種東西 我剛才也說 這裏的飯很夠熱 我為何會自相矛盾 飯又夠熱 分題又怎會不變軟 我告訴你分題真的很夠冷 這裏的燒味我真的很賺 尤其是分題雞 炸燒、炸燒、籃仔 全部都OK 其餘的事讓我老婆說一說 首先說說禮湯 其實我老公剛才想說禮湯 他的禮湯是歷來 我老公平時的湯釀給我喝 但這次他自己喝了兩碗 是嗎 是呀 我這次也喝了兩碗 因為這湯真的挺好喝 而且他給了四碗 不是很小碗 他也給了很大碗 有些跟餐那碗湯 一汗就很孤寒 一碗好像你們去喝的刺 大家有沒有去喝吃的刺 以前還有一個金色的頂 有兩條龍 那個碗這麼小 當然現在不會再有這支歌 大家可能有這些叫做童年回憶 就是去喝的時候 有一個頂 裝著一隻碗 現在我想你找回這個頂也挺難 這些大家如果有的 不妨也說一下 還有甚麼地方會有這些東西 現在酒樓很少 我雖然知道這個泥湯多好喝 夠熱 調味方面非常一流 其實我剛才想告訴你 那種甜味有少少像蜜棗 不過它有一種鮮味 那種鮮味就像旺菜 它應該是加了一些旺菜 所以它有海鮮的味道 鹹鹹香香 有肉的味道 有冬瓜味道 還有一些鹽和蜜棗 調了味 所以整體上 那湯是一流的 你想想我老公平時都讓我喝 最多自己都是喝兩三口 這次它自己喝了兩碗 足足是兩碗 它一口都沒有養過給我 要先投訴一下它 另外讚一下燒味 叉燒是我近期吃過最好吃的叉燒 包括海天花園的拖地叉燒 都不及到這裡 包括九龍塘那間銅塘茶醉 叉燒也不及到這裡 這裡像是用墨牙糖做的叉燒 它是介乎於拖地叉燒 用南維加 有部份是用梅頭做的叉燒 一模一樣又軟又香 又有叉燒本身軟滑的口感之外 還有叉燒本身很香濃很實在的味道 脂肪感很重 所以為什麼老公說吃到有爽叉的口感呢 肉味夠香濃 調味夠出色 甜到一流 香味很突出 還有它的厚度 尤其是它切叉燒的厚度 簡直是近期吃過最好 不會很孤寒 不會切到薄切切 這裡真是值得一讚 你們如果走過路買外賣 這裡是非常非常十分推薦的 另外燒我那方面 雖然我給的價錢不是很多 但它也給了有九塊燒鵝鵝 皮是有點脆厚 還有肉質是有香味很結實 都值得一讚 雖然部位不是我喜歡吃的位置 但已經是很好吃了 另外想說一下雞 雞居然浸到有啫喱狀態 骨位仍然健同 非常讚它浸雞的技巧 還有時間拿捏得非常之好 另外燒腩仔 其實不易之算 真的皮脆 你問我是否肉嫩 脂肪感很重 就不是 但是味道也調較得不錯 份量也算是OK的 說下奶粉 奶粉我極之提議 大家要來試奶粉 它是有煙韌爽彈的感覺 但是米粉夠大碗 但是沒有奶粉那麼出色 最後就是說肉餅 肉餅真是老人家首選 很好吃 它有菜有肉味 所以吃到我們最後也不會捨棄 肉餅雖然覺得飽了 份量也算夠多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先說這裡的服務 這裡的服務真的很好 首先這裡的服務真的比較大聲 我知道這裡是一些教會的 我也不介意說 這些服務進入了我的影片 我怕太大聲 我說話會再大聲 它也很配合 就說我可以幫你關小聲一點 它過來問我 我說我不行 我覺得這裡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每個人走過來 都會關心你 說這些東西行不行 我不行 這些東西是一些很簡單表面的東西 但是一些這麼簡單 它都可以看得出它很關心你們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做得很好 真的十分之好 所以這裡 就算你不是糖吃也好 買酒 我覺得宵美真的要試 行歌 不用買多 買5萬元試一試 這裡也很興奮深水埗 所以我覺得都真的不錯 做得很好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啦 拜拜 замеч 賣自然 賣自然 掇是 賣自然